大家好,我是熊娃 今天说的是一个比较凄惨的案件 柯南原版733集 还有玩车封版785集的原创案件 喜宴与两声相响 这个编剧写的案子还挺多的 从200集写到900多集 很能想象一个常驻编剧 竟然在900多集时 还有这么狠心的手笔 这天一场盛大的婚礼正在举行 原子说要参加 还带了小蓝柯南 让我看着新人盛装出席的亲友团 柯南却觉察出一次不快 你可别觉察了 很快就到了晚夜时间 重来到新郎家的别墅吃喜 新郎名叫阿悠 作为能邀请原子的朋友 他也是一位财团继承人 难怪带了小蓝柯南来 又是财阀消除计划是吧 不,我们愿望原子了 原来他只是想逃避婚宴上 不停的想把儿子介绍给自己的人 倒也不是讨厌他们 而是这些儿子 没一个能打的 说着Q起了新郎阿悠 原来新郎阿悠的妻子不是富二代 而是他家别墅的管理员 名叫阿美 但阿悠对他一见钟情 所以成就了今天的美事 有钱人的钱果然都是省出来的 连管理员的这笔工资都要省 九汉二月时 肆意发表讲话 主任他郑重宣布 其实新郎和新娘在前几天 已经领证了 这是有什么好宣布的 果然听到这个隐私 宾客中历史起了一阵微词 尤其是新郎家这边 纷纷表达了不悦 未免太自作主张了 说着 这种便在肆意鼓动下 为新人献上了掌声 然而健壮 一旁一个黄发妹子却有点不爽 此刻不仅没有鼓掌 喝完了 原来他是新郎阿优的堂妹 过去也是个想嫁给阿优的人 健壮 一个小帅哥主动提出他去取红酒 原来他是新娘的弟弟叫小帅 也是这栋别墅的管理员 健壮 一个严信小哥云以阻止 说这件事还用不着新娘的弟弟跑腿 原来他是新郎的姐夫 小帅看起来还算实账 说他本来就不习惯这个场合 还是去跑跑腿比较舒服 这却遭了一旁的新郎的姐姐的揶揄 田山家的财产 竟然要交给那种女人来支配 爸爸要是地下有支 一定会哭的 显然 他对这个亲家很是瞧不起 难怪原子找了个能打的 结婚的时候 有意见的全部上方粮 接着便是新郎的伯父 发表讲话 也就是说 亲友团里出的小帅 全是新郎家的亲戚 发威的场景 柯南都忍不住尿堆 毕竟上厕所的路上总是有惊喜 上厕所总是能触发巨型 果然 柯南上着上着 就遇到了拿久回来的小帅 小帅热情问候 是跟林木财团的千金小姐 一起来的那个孩子吧 柯南也回忆问候 哦 你是这间别墅的管理员对吧 柯南叫你怎么尬聊 没想到小帅格外坦诚 一看到柯南 忍不住到来了家底 小帅表示 其实 这栋别墅完工后 本应是他的父母来担任管理员的 但没想到 他们却突然意外去世 你们这是萍水相逢 而不是狭路相逢 这两个不认识的人 倒也不用聊这么深 柯南没有sorry to tell you that 而是禁止询问 小帅的父母是做啥的 小帅表示 父母是务农的 但是因为田地 遭到了猴子和野猪的破坏 损失惨重 所以才准备转行当管理员 对了 你不去厕所了吗 啊 我都忘了 一上莫名其妙的对话 就这样莫名其妙的收尾 园子这边 新郎阿悠过来跟三人打招呼 招待不周 等度完蜜月 一定要再来我东京的别墅玩哦 赛上别野空许约 此时不会等到下一次了 说着新娘阿美也走了过来 两人看起来十分恩爱 但小兰追到 阿美的脸色似乎不太好 阿美表示 确实有点不太舒服 可能是有点累了 于是阿悠让阿美先回饭店休息 她一个人留下应酬 说着就让不喝酒的小舅子小帅 开车送阿美 夜过了一会儿 宾客一路去离席 园子几人也准备告辞 但别墅里 却不见东道主阿悠的身影 柯南表示 十分钟前 她接到阿美的电话就出门了 到现在还没 不好了 门口传来操大声 几个厨师慌张告诉小帅 他们看到 新郎官倒在外面的庆舍旁了 骗人 什么 不会吧 为什么你们都有一副出事的模样 万一人家持断片呢 柯南静止冲续 发现大家没有白黄 这件新郎阿悠倒在血泊之中 心脏的位置有一弹孔 不惜掩饰就一只两头 众人陆续冲来 还未弄清眼前情况 远处却又传来一记枪声 声音来自河对岸 那里是阿美休息的饭店所在 和别墅一川之隔 柯南暗道不妙 踩着滑板赶紧冲续 可是你来车席还带着滑板 果然是做好了吃两顿的鸡蒜 很快快拿到了阿美下他的小屋前 便推开没锁的门 近此走近 而窝内的新娘 已相笑欲 只见阿美胸口中枪 以阿悠同样的死法 死在了床上 身上还穿着礼服 所以说我这个编剧真是好伟 要知道结婚这种事 就连亲生都要给点面子 一般都只是在新人中选一个蹲橘子 有时蹲橘子也不耽误终成眷属 实在不行再选择送走其中一位 而你 我的朋友 一下杀一顿 直接变阴魂 倒是解决了阴阳相隔的问题 一下子很难说谁更残忍 木警官瞬间赶到 一勘查就到了天亮 钢木没有白长野 竟在饭店旁的花坡里 发现了一把枪 柯南注意到枪身上缠着竹子 这让他有点闹闷 后面说 柯南和新人的亲属们 被留在了别墅会议室 虽觉得不妥 但阿游的伯父还是忍不住关心起 阿游名下股票的进程问题 阿游姐姐表示 肯定是留给当姐姐的她 或者是二人的妈妈 但是阿游姐夫提醒她 若阿游给阿美走得早 那按他们的法律 阿游走的那一刻 财产已尽数归阿美名下 所以要探讨的是 阿美的财产的分配问题 姐姐难以置信 我是绝对不可能会接受这种事的 姐夫却意外地讲法律 不管你接不接受 法律就是这么定的 那么蠢的法律 真是太可笑了 法律军高领人身攻击 信号这时 木警官坐进来 张口就是高情商 推定死亡的时间内 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的人 我们都请他可以自行离开了 意思是 留下的都值得一盘 姐夫君言语犀利 你是在怀疑我们几个吗 不是 或许各位会觉得不开心 可是还是请大家协助我们警方办案 木警官表示 质疑就是反抗 伯父首先配合 表示在阿美遇害的枪声响起时 他们都在IU的身体旁 所以至少阿美的死 他们有不得上证明 木警官小作肯定 并表示两位死者体内的枪子 已确定都出自花铺发现的手枪 也就说 两起伤人案很可能是一个人做的 又考虑到凶手接连伤害新郎新娘的动机 警方针对死者的人脉查了一件事 那就是阿美的弟弟小帅 竟然在好几个银行 欠了总计几百万的贷款 小帅承认了贷款的事 但是我真的没有杀姐姐 他可是我世上唯一的亲人了 这时柯南发现千叶在忙活 为防止他白忙活 柯南让他交代下工作 原来花铺旁的大门口有个监控 所以如果案发后有人去花铺扔手枪 多少能够拍到一点 但千叶发现监控里从昨晚到今早 都没有任何人靠近过花铺 柯南若有所思 又来到阿美遇害的小屋 结果发现附近的一个路灯边 有四个崭新的压痕 难道是 柯南大吃一惊来到了设备处 原来那四个印子是人字体的印子 昨晚这里正好有人在修灯 柯南立刻问修灯大哥 昨晚有没有看到什么 而大哥给出了非常给力的线索 当时他一到那 就看到阿美那个小屋里 窜出了一个人 而经过报修电话的记录 他更是将时间精准到了9点45 下次来到室外 柯南陷入了沉思 因为9点45的时候 阿美才离开别墅不久 且离发现有身体的时间 还有30多分钟 柯南百思不得其解 幸好这时 柯川对岸春来一阵妖风 一片绿烛阴风攒动 这让柯南明白了一大半 这时保安大叔又过来 提醒柯南不要乱跑 因为这一带又有猴子游荡 不小心会被咬的 你觉得我们老柯打不过猴子哦 柯南没有计较这个 而是终于明白了一切 木木警官这边 家属已经炒作异团 姐姐觉得唐妹应该设恨 唐妹觉得姐姐图谋财善 一时间两人旁若无木木警官 幸好原子看不下去 快干而起 你们有完没完 接着被医疾扑施 坐了下去 凡此了 看来还是要把凶手救出来啊 你的意思是 你知道谁是真凶吗 没错 如果警察早点把那个家伙 给逮捕归案的话 现在也用不着 我在这里强出头了 原子在柯南这 把木警官得罪完了 每次都要开一波嘲讽 木警官表示 难道忘了我当年替你挨的那一棍 柯南表示 其实首先被害的人 是阿美小姐 而且她是刚抵达小屋 就被杀害了 所以还没来得及换下礼服 没错 杀害她的人就是 开车送她去休息的小帅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柯南表示 小帅背了一大笔贷款 想必看到姐姐加入豪门时 她也以为能从此上岸 结果阿美并没有帮她还 于是今晚 小帅就在阿美的饮料里 动了手脚 离让她因为身体不适 而提前回饭店 接着就用手枪杀了她 柯南表示 想必小帅用了什么消音的东西 让她匆忙离开小屋的身影 还是被一位修灯大哥 看了个正着 接着她就回到别墅这边 在停车场杀害了新郎阿悠 小帅仍要挣扎 秘境她用了一定手法 请你等一下 要是她手枪 可是在姐姐月海饭店那边的花府找到的 和阿悠月海的别墅这边 可是有一串之隔 这你要怎么解释呢 柯南当然有的解释 原来 想必你都猜到了 其实手枪不是凶手走过来扔下的 而是凶手从对岸 用一根竹子弹过来的 变舞 小帅仍要辩驳 要是拿枪声要怎么解释呢 大家可都在阿悠身体房 现状 柯南拉开了旁边的一扇门 就见一个除了许久的青年老弟 闪亮登场 可以进来了 其实青年已经睡着了 只见前夜手里拿着的一个东西 让小帅瞬间猜拐 那便是 乡下来赶麻雀的工具 再来表示 这玩意能够发出巨大声响 在别墅这边 应该是用来去赶猴子 而他在仓库找到这个 正好已经设计成了直响一下 相比当时 大家听到的就是这东西的声音 可恶 小帅承承的罪行 你这手法也不咋地啊 完全比不上你的眼镜 一切都是我姐姐不好 明明已经嫁到 有几十亿财产的大户人家了 既然 可不肯帮帮我这个弟弟 世界上 有比这个更无奇的事情吗 比如因为不给自己还钱 就杀了新姐姐 还是在新婚那天 这个案子就结束了 这个案子还蛮扎实的 大家都有出力气 木警官查出小帅倩钱 刚木在花埔发现手枪 千页查看监控 发现没有人靠近花埔 这三个消息兼有用到 最后的动机更是令人唏嘘 人性的恶就跟这期残案一样 令人昏生病了 这就说到这了 再见